女孩从小被圈养在空房子里 长大后才知道 她是个活体器官培养敏 空旷的海边呢 有一座房子 房子里住着一个孤独的少女 她每天过着重复枯燥的生活 唯一的乐趣呢 就是看家里的夹子打架 原来这个家里的所有物品都会说话 家里有两把常年不用的牙刷 原来他们都是女孩父母用过的 这是她心灵上的寄托 每次刷牙的时候呢 女孩都会幻想父母在身边 看着他们 女孩就能感到满足 女孩唯一和人类接触的机会 就是一周一次的提检 提检人员会为她带来新的物资 除此之外呢 女孩最期待的是 有人能给她寄信 但是邮箱已经很久没收到过东西了 就算这样 她还是会向路过的邮递员微笑 这一笑呀 击中了邮递员的心 她悄悄来到女孩家 准备往邮箱散一封没有邮票的情书 但犹豫过后 她还是决定亲口向女孩表白 于是鼓足勇气敲开了女孩的门 红着脸将情书递给女孩 女孩看完之后 也红着脸回应她 表白之后 邮递员回到家 她也住在一栋空旷孤独的房子里 但不同的是 女孩住在海边 而邮递员呢 住在垃圾山旁边 周围的城市 每天都会冒出大量的废气 原来这个世界 早就因为人类的肆意污染 走向了灭亡的边缘 这天邮递员捡到一个小电视机 休一休发现还可以用 她立马将小电视机送给女孩 想让她通过电视机了解外面的世界 就在这时 体检员又来了 邮递员只好匆忙躲到床底下 最近体检员来得越来越频繁了 他们留下一些药之后就离开了 体检员走后 邮递员从床下爬出来 两人相视哈哈大笑 简单的一天又过去了 邮递员回到自己家 但是在清理门口垃圾的时候 她突然手臂抽搐倒了下去 然后被体检人员带去了医院 邮递员好几天都没来找女孩 女孩开始着急了 她想去找邮递员 走着走着却发现了一堵围墙 原来她一直都生活在围墙里 很快围墙上飞出一些气球 这些气球让女孩想起自己的童年 就在她遐想的时候 体检员突然出现 并将气球打破 随后匆忙为她戴上了口罩 有一只幸存的气球 被女孩带回了家 从气球的口中我们得知 原来女孩居住的地方 叫做隔离区 每当隔离区的人出去 另一边的人呢 都会为他们举办一场派对 原来在另一边的世界 有很多人都因为核辐射 而变得四肢不全 而那些有钱人 为了改变自身的残疾 于是建立起隔离区 将健康的小孩圈养起来 等长大后 就可以直接将他们的器官和四肢 拿来用 在医院醒来的游地员 发现了这个秘密 她急忙跑到女孩家 想带她逃出隔离区 家里的小物品呢 也全都让她赶紧和游地员离开 最终 女孩和游地员走向了围墙 他们踩在垃圾上准备逃走 然而就在他们即将翻越围墙的时候 女孩回头看了一眼 以前生活的世界 那栋房子孤零零的躺在那里 那是她生活了十几年的家 里面的物品全是陪伴她长大的朋友 如果自己逃了出去 那他们会不会也被扔掉变成垃圾 想到这里 女孩松开拉住游地员的手 回到了那个她熟悉的世界 虽然留下的结局必然是被分解 但是让她离开自己的一切 何尝不是另一种自我分解 她宁愿带着自己熟悉的一切消亡 也不要孤独而没有自我的活着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 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